大家好,我是Trisha,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 德国甲组联赛在星期五凌晨有场富家赛首回合比赛 到时哈佛柏林率先在主场迎战汉堡 汉堡在最后阶段表现极其出色 而哈佛柏林原本无需打富家赛 但由于最后两轮全败才沦落到这个田地 而考虑到双方士气方面的差距 仍是看好表现不错的汉堡能作客赢球的 另外,AM直播到期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说回哈佛柏林先 如果哈佛柏林在前半季都尚算是交道功课 勉强排在德甲绩分榜中下游位置的话 他们去到2022年之后 其实哈佛柏林的整体表现在下滑 首先,他们在联赛九轮不胜 开启了2022年的联赛旅程 然后在接下来的五轮里取胜三场 一度令人看得到他们提前上岸的希望 但是,就在最后三轮不胜之下 然后在史特加最后一轮拙杀科龙之后 哈佛柏林最终以第十六的成绩进入到附加赛 可以肯定的是,哈佛柏林士气方面难免有些洩气 因为原本可以提前上岸,他们就没有把握机会 更惨的是,哈佛柏林今季后防表现极之差 昆祥失2.09球 甚至比已经降班的比勒菲尔德还要多 但是,单凭这个防线能否抵挡着汉堡的冲击呢? 同时,他们今季进攻上的表现难言理想 昆祥入球数只不过是一球多一点 阵里入球最多的祖维迪还身处在双兵名单里 单凭伊沙克背科迪尔去撑起攻击线 是不现实的 哈佛柏林估计金像都凶多吉少 至于阵容方面,有门将洛特卡以及后卫马顿达戴尔是因伤缺席的 至于另一面,汉堡在收尾阶段 与哈佛柏林展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 汉堡在最后五轮大获全盛 令他们排名升到第三位 在达斯泰特这些队五手里搶过了升班的一线生机 士气方面提升了不少 在五年胜期间 汉堡工房两面表现超常发挥 昆祥得失球比是3.2比1 至于他们今季联赛 打完三十四轮之后 这项数据就是1.97比1.03 至于球员方面 格拉迪斯的表现值得留意 事关在最后五轮里面 他一共为球队进入了五球 在最后三轮里面 甚至继续有球进入 另外卡奥夫曼 史学拉以及华格努文这三个人 个人都能够贡献两球 预美演绎了 《何谓兄弟同心》 麒麗断金 更有利是 汉堡在五年胜里 多达三场作客出战 这对首回合率先作客的他们来说 无疑增加了几分的信心 加上 双方上次碰面 是一场友谊赛 汉堡歌场甚至两球领风哈佛柏林 相信星班欲望极其强烈的汉堡 可以在下一城 在阵容方面 后卫天母利波特 和中场苏赫尼 都是因伤备战的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载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篮球的赛事 我们下载M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载M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载M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